最近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元》正在热播中 林主角孙丽的人气已再度飙升 9月14日 孙丽在微博发文吐槽那些追剧的好友 总是在追问她对手死没 引发网友们的热议 孙丽在微博中称 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朋友的微信询问 基本上回的都是 太坏了 她什么时候死 她什么时候死 她怎么还不死 她快死了吗 是全死了吗 我连怼的人都没有了呀 《那年花开月正元》 再一次掀起了全民追剧热潮 孙丽虽算不上经验 但五官清秀 端庄大方 精湛的演技和认真努力的态度 获得了观众很高的评价 出演的每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 日前出席活动 高腰与伪裙套装 时尚优雅 女王气场十足 虽然小时候孙丽在单亲家庭长大 还则有不婚主义 不过现在已有一双儿女的幸福家庭 这当然得归功于爱豆丈夫邓超了 两个人都是观众非常喜欢的明星夫妻了 孙丽多次获得各类国际和国内奖项 及演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功 她的天赋与这份后天的勤奋和敬业心 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